在美国呢 十一住行都要缴税 但是要怎么帮自己结税来帮自己省钱呢 现在东森新闻特地邀请到了资深的会计师 就要为您详细解答 现在就把现场交给记者叶洪志 谢谢主播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最佳财税长的单元 那么在这个单元呢 不论你有各种税务上的大小事 我们都可以为您做详细的说明 那么首先呢 我们欢迎家财会计师事务所的总裁 同时也是资深会计师Tony Wynn Tony可不可以先跟我们观众朋友问个好 主持人好 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Tony谢谢你到节目中来 那么同时我要感谢观众朋友 因为又是一大堆的问题 那我们整理出来以后呢 发现其实呢 现在很多人要准备退休 大家都会担心 退休时候会有哪些税务问题 那么首先呢 这位是在尔湾的李先生 尔湾李先生你说你已经62岁了 那么也有计划想要提前退休 可是不知道这个税务上 到底会落差多少 以后退休金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Tony可不可以为我们说明一下 当然可以 我们先讲说这个退休金的概念 退休金概念就是说 在您退休之前 你必须要40个点数 一年之中最多可以赚到4个点数 所以换句话来说 你必须要10年才能够退休 工作10年才能够退休 这是第二观念 第二观念就是说 您可以提早退休 就是62岁就可以提早退休 但是有点要记得 提早退休领的钱会比较少 因为你提早退休嘛 他通常只是正常退休的70到75个percent 的福利金 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好的 那么这位李先生听到 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么接下来洛杉矶的朱太太 那么朱太太表示 其实丈夫已经退休了 然后有一笔退休金了 可是自己当了一辈子的家庭主妇 好像一毛钱都领不到 那么最近夫妻吵架 这关系就不是很好 自己就非常的担心 以后该怎么办 Tony 这个部分有没有办法 帮到这位朱小子 当然啦 其实我有很多的客人 他们问我说 我在家里面相夫教子的一辈子 我先生在外面赚钱 他享受了 那等我们老了以后 他有他的退休金 我怎么办 可以 你可以拿到这个退休金 你可以拿到先生一半的退休金 换句话来说 我们刚才那个例子 现在一个月拿一千块钱的话 你可以拿五百块钱 而且也是我们刚才 我们刚才讲的一样 你可以提早拿这个钱 你六十二岁开始 就可以拿这个钱 但是again 七十到七十五个percent 所以我会等到说 我会劝家庭主妇们 就是等到您真正 比如说六十五岁或六十六 或六十七岁 真正retire的那年纪 你再去申请这个钱 好 谢谢Tony 那么接下来呢 另外呢 还有很多观众朋友们来信 其实都有提到一个 所谓的这个 美国政府有一个社会安全基金 那么他的这个基金呢 好像听说会越来越短少 到底这个基金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您建议观众朋友们 应该要怎么办 主事你现在问到这个问题 让我想到 拿破仑说过一句话 人多不可依赖 要生存只能靠自己 我觉得这是目前 社会安全基金最好的写照 我在做税的时候 我常常会 建议我的客人 要设立退休账号 而我会用不同的 退休账号的种类 来帮助我的客人去省这个税 公司省到税了 个人到退休年纪的时候 假如说有这个所谓的 有这所谓的社会福利金 那是最好的那是个bonus 没有的话呢 其实这么多年来 你自己帮自己 存了很多的钱了 你可以过得跟皇帝一样 对我们中文最怕一句话 就是老而穷愁潦倒 这是最悲惨的 好谢谢Tony 那么接下来 我另外还有一个 就是这位是匿名的先生 那么他讲到呢 其实自己的老伴已经过世了 那现在也退休了 那么有意呢 想要再娶一个外国的太太 那但是呢 他知道这个税务上 好像应该也要做一些规划 Tony 他可能会遇到什么问题 怎么样来帮他 我们知道说 你今天要升级一个 比如说你外国新娘 要升级他来到美国嘛 因为你希望 大家可以住在一起嘛 所以律师会跟你讲说 你记得 你一定要把你的配偶的名字 写在税表里面 那他们会选择夫妻核报 夫妻核报的时候呢 你太太的钱 收入必须报到美国来 表示什么 表示你要付更多的税 要交很多的税 所以记得一点 夫妻不能合报 夫妻一定要分开报 分开报的时候呢 税表上也会写你配偶的名字 所以你要申请他来美国 也可以 你可以把这都拿给律师 他们一样都可以申请 另外一方面 不需要付到税 谢谢通用 所以这个聂明先生听清楚了 这个税务上一定要把它分开来 那么在这边也提醒大家 如果还有任何税务上的问题的话 也欢迎你直接email到我们 news at ettvamerica.com 您的所有问题呢 email来以后 我们都会为您整理好 然后做详细的解答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 最佳财税长的单元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